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大家来到阿方的编制课堂 今天这期课呢 其实呢是我们这个大冒花的续集 为什么我要出一个这样的续集 因为我上一节课呢 给大家出了一款这个大的冒花的教程 然后有姐妹在评论区留言 她说这个做成这个帽顶 勾一个帽子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创意确实是不错 所以我呢今天出了这个续集 我们呢利用这个帽花 给它做成帽顶 我们来勾一顶这样的漂亮的镂空帽 原材料呢我用的是这个咖啡色的哈 我觉得咖啡色的做帽子 应该更漂亮更大气 然后勾增的我用的是4.0的勾增 我这个咖啡色呢 它是也是属于五股牛奶棉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 在每一个花瓣上取14针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是24针是吧 我们这边1234 在第五针上 看到吗 我们把线头拉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花瓣上 取一个14针 大家新手姐妹在这里做个记号 两针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好的 勾好这14针以后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锁针 好的 开始下一个 也是 1234 在第五针上 我们开始勾短针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好的 勾一个锁针 等于我们每一个花瓣呢 是十五针 就是十四个短针 一个锁针 大家这个规定呢 把这个这一串 全部给它勾完 好不好 好的 姐妹们 这一串勾完了呢 我们在这里引发 就在第一个 第一个短针 这里引发 好的 等于我们第一串呢 总共是七十五针 七十五针 现在我们开始勾长针 一 二 三 我们先勾一张长针 一针对应针的勾一张长针 大家就按这个规律看到吗 就在每一针短针上勾一针长针 我们随便在哪里加一针吧 因为我这个是单数是七十五针 随便在哪里加一针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多勾一个长针 等于把总针数加到七十 七十六针 好不好 大家自己把这一串针勾完哈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一圈长针勾好了 我在这个一圈里 我总共加了两针 把针数加到了七十七针 七十七针的这一串呢 我们就不加不减的勾一圈 姐妹们如果上一圈你跟我说的 加到七十六针的话呢 你就在这一圈再加一针 我为什么要加到七十七针 等一下我要勾花形 我们的花形是十一针为主 所以这个七十七针 正好是十一的倍数 我们勾勾西组花 大家不加不减的 不加不减的勾完这一圈了 好不好 一针等一针的勾 自己把这个完成了哈 好的姐妹们 这一圈勾完了呢 我们在这里引吧 现在这一圈呢 我们开始要加针 就是每十一针为一份 我们再一二 好的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好的 大家数一下哈 二 四 六 八 十 十一 在十一针后面 我们加一个锁针 好的 然后接着勾 第二份 也就是说我们 十一针为一份 在每一份的后面呢 我们加一针 总共加七针 下一圈呢 我们就开始勾这个花形了 茂山的花形 二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好的 勾完十一针以后 我们又加一针 现在我已经勾了两组 加了两针了 大家用这个规定呢 把这一圈勾完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这个 勾十一针 加一针这一圈呢 勾好了 勾好了 我们这个花形开始有变化了 但是呢 如果之前跟勾勾我的帽子的姐妹呢 这个应该花形很熟悉了 我们跳过第一个起地针 我们不勾 在第二针上面 引拔 一 二 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是十一针 是吧 这一针开始呢 我们这个长针改成九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的 勾到第九针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哈 最后一针我们不勾 也就是说我们十一针里面 第一针跟第十一针我们不勾 然后呢勾一个锁针 在这个刚刚这个十一针后面 这个锁针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 这边第二组也是一样 我们第一针不勾 开始勾第二针 一针 两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看到吗 这边也是第一针跟最后一针 我们不勾 然后一个锁针 在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第十一针后面这个锁针上 我们勾一个长针 然后再勾一个锁针 新手姐妹如果你怕你弄不清楚 在每一个上 我们总共也就是七个 在这里扣个锁针扣 后面都是一样的 这一圈的花形是 九个长针 一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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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组的花形都是一样的 总共是七组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这一圈勾好了 勾好了我们还是在这里引拔 跳过这个起立针不勾 我们在起立针旁边这里 直接引拔 然后勾起立针 再看清楚 然后我们在第二针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的 这一圈的这个长针就变成七针了 十一针 九针 七针 好的 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上一圈不是有两个这样的空格吗 在第一个空格里面我们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在第二个空格里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看到吗 好的 第二组也是一样 我们跳过第一针不勾 勾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空格了是吧 第一圈是一个第二圈是两个第三圈是三个 长针呢变成了七针 第一圈是十一针 第二圈呢是九针 第三圈是七针 大家这个规定呢一直把这个长针勾到什么呢 勾到一针为止 就是所有的针目都是一长针一锁针 搞到这边也是 你看我们在第一个空格里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第二个空格里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三个这样的空格 看到吗 一个两个三个 大家这个规定呢 把这个所有的花形把它给勾完 好不好 规定就是这样的 下一圈呢 我们就是七个长针变成五个长针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不勾 五个长针 然后这个空格呢 我们就变成四个 好不好 大家自己完成吧 好的前面们 这个呢 我勾到现在这一圈呢 是还剩了三个长针 最后这一圈 这个花形最后一圈 我说一下哈 我们在这个三个长针 中间这个引拔 好的勾 三个锁针 起立针 起立针以后我们再勾一针 这是间隔针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空格里面勾 一个 两个 就是在每个空格里面勾 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现在呢 我们这一圈呢 全部是一长针 一锁针 好的 勾到这个三个是长针中间呢 我们三个长针这里 我们在中间这一针上 勾一个长针 一个锁针 看到吗 大家看清楚了吧 这一圈我们全部是一长针 一锁针 一长针 一锁针 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一个长针 这里呢 我们已经勾到三针长针了 这一圈我们只在中间这个长针上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在这个空格里面勾长针 一长针 一锁针 一长针 一锁针 勾完了呢 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 这最后一圈 花形的最后一圈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完成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哪里引拔呢 我们开始不是勾了四个锁针吗 在第三个锁针上引拔 好的 现在我们开始勾茂生的最后一圈 我们在这个 每个这个空格里面勾两个短针 然后呢 大家如果喜欢鱼服帽的话呢 你这个鱼服帽的帽颜呢 我之前有很多 大家就可以找我前面的教程 我这个呢 准备给大家勾一点这个民族风的帽子 也是突发奇想 刚才突然想到的 因为我刚刚在摩托头上试戴一下 我觉得这个帽子很有民族风 它上面呢是一朵这么大的花 挺漂亮的 好的 大家勾完这一圈以后 我们这个帽子就全部结束了 给大家量一下我们这个帽高 帽高是18厘米 看到吗 就是我们这里 这里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多少 刚好10厘米 加上这个帽顶 我这个帽顶勾完以后呢 就是没有这样 这样圈起来的时候呢 直径是18厘米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不好 现在它没有18厘米 是因为我们把它这样握起来的时候 把它这个两边这样连接起来了 是吧 然后呢 姐妹们如果嫌这个空大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缝合针在里面 给它缝合一下 但是我是觉得 既然是这个季节带的帽子 是没关系的 大家自己呢 把这个勾完 勾完这一圈短针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勾这个装饰的流速部分 哈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帽顶部分呢 就全部结束了 结束了 我们开始现在勾这个装饰的流速 流速呢 我打算就是勾那种 很平常的树叶流速 我们勾锁针 12345678901112131415164748 1920 这个流速的长度呢 看你自己喜欢 好不好 我勾了这个20针 20针呢 然后我们捏住这地20针 123456 好的 然后这个 把勾针插进 我们刚刚捏到这这里的 这个勾一个引拔针 好的 现在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线圈 是吧 六个锁针形针的线圈 我们先在线圈里 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针落线 勾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呢 就是损了长针最后的一步 我们直接这样三针并针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然后我们再继续勾长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的 五个长针以后 我们勾三个锁针 然后呢 继续在这个线圈里勾五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勾完五个长针 我们对应这边 就勾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 好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引拔的这一针里面 我们还是在这里引拔 现在我们勾二十个锁针 现在我们勾二十个锁针 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对应我们这边二十个锁针哈 然后呢我们在 旁边这个线圈里面 在这里 你可以控一个 也可以控一个 就是我们再 隔一个这样 勾一个 好不好 看到没有 这就我们这一个流速就勾好了 勾好了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流速呢 如果大家勾一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放在旁边 就放在耳朵这里 也可以放在后面 还有一个 我说一下哈 我们这个流速呢 你可以用这个组织 然后我们可以加 旁边加一组这样的 这样的颜色 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先放一边 不管它 我们在这里 在旁边这里加一组 大家看一下这个两种颜色 这样线头我们这样长 看到吗 就是翻过来翻过去 翻过来翻过去 我们这样长线头 就夹在这个麻花辫这里 好的长一段就可以了 刚刚忘了数字 2 4 6 8 然后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48 49 21 20 我的数学真的是体育老师教的 好的大家看一下 你觉得你勾一个看 不好看你就拆掉它 或者用纯色的 我们我觉得我们这样 用一个两个颜色这样加 应该也蛮好看的 后面就是一样的 或者你年纪小的小姐妹呢 你可以怎样哈 我们这样对折 在两边 这边也勾一组 知道吗 我们可以留宿勾两组 三组都可以 勾完以后呢 就在这边再勾一组 甚至你喜欢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在这后面全部勾一圈 我觉得应该也挺好看的 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自己发挥了 好不好 按照自己的喜好来 我觉得这个全部勾一圈 应该也挺漂亮 我们勾这个后半部 不用这个 就全部用咖啡色的狗 应该都挺好看的 大家自己试验一下 不好看就拆掉它 没关系的 好不好 反正我把这个方法 我的灵感告诉大家了 大家自己选择吧 我打算在这个后面 这里做个记号扣 这里一圈全部勾树 也留树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等一下赛图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今天我们这个明珠峰的帽子 教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